我們修針巴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請五佛 針巴拉在中間,五佛在上面 五佛放光加持針巴拉 那你修針巴拉,五佛放光加持針巴拉 讓針巴拉的痛苦解除掉 他的兔保鼠,他就嘴巴會張開 然後你所需要的東西都從兔保鼠裡面一直跑出來 他的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那麼五佛灌頂完針巴拉以後 因為你也請了五佛,你就請五佛也灌頂自己 那這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呢?五佛的光灌頂你,又灌頂針巴拉 你是等於是撿到了便宜 順著灌頂針巴拉的這個 來親近針巴拉的時候 也來親近你這位行者 這個就是撰到了 那麼今天我們談這個針巴拉呢 是因為提到 這裡曾經我以前講過的 提到針巴拉的法 那麼針巴拉本身在佛教之中 視為富士士天王 也就是多聞天王的法身 多聞天王的法身 富士士天王呢 也就是這個 慈國天王 慈國天王 然後真章天王 多聞天王 跟廣木天王 這個就是富士士天王 他們比較接近 接近我們 比較接近人間 那麼其實 你要祈求他 增加財富 增加資糧 增加這個 你的所有的功德 最好的方法 雖然你現在目前不是很有錢 我們生活中 大部分都是比較窮困的人 沒有什麼 當然也有大企業家 企業家 允在裡面 都是不講話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來講起來 都是比較 也不能講貧窮 就是普通的家庭 生活中的弟子 大部分都是比較普通的家庭 那麼 你如何增加你的資糧 增加你的財富 整個資糧 第一個記者 你要供養羅剎 我們在做干物供養的時候 大鵬金四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 跟鬼子母是分開的 大鵬金四鳥 曠野鬼神眾 羅剎 鬼子母 因為四天王的周邊的劍屬 大部分都是羅剎 所以你供養羅剎 就等於在供養真巴拉 供養財神 你只要能夠懂得供養羅剎 那麼你這個真巴拉直接受益 它就會對你產生翻喜心 那麼你就會有資糧 你就能夠好像是說 會有這個加班會啦 會增加你的加班會啦 你上班的啦 你的職位就會增上 職位增上 這個一個一個 就是職位一直好 好起來薪水就會一直增加 還有加班會 還有什麼會 這個誤餐會 就是說你今天中午沒有吃飯 因為做事情沒有吃飯 所以呢 他給你一個費用叫做誤餐會 你錯過這個吃飯的時間 也有一個叫做誤餐會 然後會增加你的一些 給你加倍的薪水 你不是上班的話 你的生意就會一直好起來 不是上班的話生意會好 那開公司的話 這個訂單會嚴嚴不絕 這樣子的增加你的資料 那再沒有辦法呢 就是你走路上啊 突然之間也會點到鑽石 呵呵呵 再沒有辦法啦 對不對 那更沒有辦法的時候啊 你偶然啊 心血來潮 親買了一個那個樂透 你也會種 然後我們中國中弟子 是有種過這個樂透獎的 像蓮花手脈啊 蓮花枝具啊 都種過采建的 種過樂透的 有幾個人都是種過樂透的 那個有些種過樂透的不敢講 他只有偷偷的跟師尊給他摸頂的時候 他講說 師尊 我種 就是我種而已啦 我種 我說好啊 種呢 那 你供養什麼呢 他就 端午節的時候供養這個一個 種子 呵呵呵 供養種子 也不錯啦 也不錯 有就可以了 就是一點心嘛 其實都是一點心啊 人家 中了獎 這是很好的 我聽說有一個地方啊 有一個公園 他以前是盛產這個 鑽石礦 那個公園是什麼公園 啊 你們電視有沒有看到 有人在那個公園裡面 公園裡面啊 在公園裡面 就隨便哪一塊土 結果這個土好硬 再把它抽一抽抽一抽 欸 是亮亮的東西 結果是五顆拉的鑽石 那公園也有一個規定 只要你在這個公園裡面 撿到了鑽石 就算是你 他撿到了五顆拉 五顆拉的鑽石 說不定那個也是我們這個 他有修這個 這個防財神的法 他就撿到了鑽石 真的有人撿到鑽石 最近的事情啊 你們沒有人看新聞嗎 看過這個新聞的幾首 你看還有很多人 在哪裡 在哪裡 蛤 在防石公園啊 防石公園 在防石公園 在防石公園撿到一個 一個硬硬 撿起來硬硬的像沙 結果把他抽一抽 欸 五顆拉的鑽石 那以後我們這個 法會結束以後啊 大家去防石公園玩 看看能不能撿到鑽石 哇 就發了 因為我們講過 在天王是最富有的 在天上界 天王是最富有的 那麼在這個地上界 山神 監牢地神是最富有的 你看 在水中啊 龍神是最富有的 有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的 那麼我們向這個 天王 是天王祈求 我們一定會可以 有這個 富持的那一種作用 你今天啊 足起真巴拉 那麼在這裡祝福大家 能夠 這個知良 真上 知良 增長 知良 記足 知良 滿足 得了這個 得了法財 然後再施呢 再布施給 給眾等 希望大家 這個 都得到這個福分 每一個人都得到福分 修房財 者本尊的口訣是 要先施福 賦 財 因 你要 布施 好像法施啊 說法給大家聽 法施說法給大家聽 這也是一個施 也是一個施 那麼你供養鬼神眾 供養羅叉 也是一個施 你要先做這個施 然後才能夠 有這個施的因 才能夠得到這個錢財的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像財施啦 法施啦 無謂施啦 這都非常重要的 很棒 現在是 我們有一個神經濟的 甚至 也islas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